我们刚刚说 要变成,这边是越来越亮 如果你要相反的话 要从最亮变到最暗 你可以直接把这里做复制 可是这里是慢慢变亮 所以我要慢慢变暗的话 这里要用减的 因为我刚刚这里已经 这里63次跑完已经是252了 已经是252了 所以我这边往下,直接往下减的话 我把它颠倒一下,我先减再点 这边是先点再减 这边是先减再点 都可以,两个颠倒就会刚好相反 然后所以这里就会变成从252开始往下掉 往下掉,对不对 掉到最后会变成0 所以这样就变成关掉 所以这个就是慢慢变亮 这个就是慢慢变暗 就把它接在一起 就把它接在一起 或者你懒得算 你懒得算其实也可以这样 你就直接把这里设成最亮 255 对不对 然后你就依序往下减 可是你要想到一件事 因为这边你不是每次减1 你是每次减4 所以这个减下来 63次减下来可能不会减到0 所以最后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点的量 就是比如说3还是多少的量 这样子不会刚好就是关掉 所以你就是透过我们刚刚讲的做法 就刚好把它倒转 刚刚是这样 我就先颠倒 先减再点 这边是先点再减 或者两个颠倒也没关系 你就两个刚好都颠倒就好 然后一次减4 63次之后就会变成0 所以他跑到这里的时候应该是 亮度是0的时候 那这时候 我们需要他再慢慢变亮 对不对 是不是又重复到这里了 所以等于从这里到这里 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所以我就包永远重复把它包起来 因为这边后来都一直重复了 所以这样子就会变成 慢慢变亮 然后慢慢变暗 再慢慢变亮 再慢慢变暗 就有那个呼吸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有些情况 它可能要比较快的亮暗 可是有些情况 你希望它比较慢一点 那你就去调那个速度 这样了解吗 对 因为像如果你在学校的话 如果那个老师很爱生气 那你就做一个灯送给他 做一个这个叫呼吸灯 做这个呼吸灯送给他 然后你把速度调慢一点 然后你跟老师说 老师这个灯送给你 但是它可以帮助你稳定情绪 它如果越来越亮你就吸气 如果越来越暗你就吐气 如果你把它调的速度很慢 老师就会吸很久 然后吐很久 那个速度越慢越容易稳定情绪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就送他一个比较慢的呼吸灯 然后以后老师 你只要看到老师 脸色在变化的时候 就赶快把那个灯拿起来 呼吸气 吐气 就跟他讲 他的情绪就会比较稳定 你就比较不会被骂 这样懂意思吗 好 所以这个叫做呼吸灯 那你们再练习一下 好